今天圣神降临节 我愿意给大家分享读经一 圣路加给我们描述了 第一次圣神降临的情况 在他写的时候 他非常认真的 选择他要表达的内容 他要讲三件事 在这里他这样说 众人都聚集在那里 因为是五旬节 五旬节对于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大节日 是一年三大节日中的一个 全世界的犹太人 每年在这几个节日 至少有一次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无论你离这儿多远 你从哪个国家来怎么来 不管你 这个是法律的规定 都要来耶路撒冷庆祝 五旬节是庆祝什么呢 天主把法律 颁赐给他的选民 天主在西乃山 赐下十戒 五旬节是纪念这个 天主的爱 圣路加这样说 五旬节大家都聚在这里 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 像暴风刮来 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 停留在每个人头上 这是圣路加要讲的第一件事 今天圣神来了 就像几千年以前 在西乃山上 有暴风 有闪电 有火降下 天主赐下了十戒 天主给他的子民说话 十戒是什么 是天主的十句话 告诉人怎么样到达福利 怎么样得救 支出了一条道路 很明显 圣路加要讲的是 今天圣神降临 今天是新的西乃山 天主赐下新的法律 这些法律 不再是写在石头上 而是刻在我们的心上 圣神每天告诉我们 该怎么样做 活出天主的旨意 该怎么样做 走向福利 很多人还在背石戒 到了晚上我们都念石戒 我们遵守石戒 不错 天主的话 什么时候也 不会失效 那是天主说过的一些话 可是在今天 我们不能 死记应背 不能死般教条地 遵守这些话 我们不断地 在圣神内 去问圣神 让他带领我们 让他帮助我们 理解这些话 对于今天的我 此时此刻的我 该怎么样实行 我怎么做 让天主更喜欢 我打个比方 你们办告捷的时候 说我没有偷东西 第七届没有 也没杀过人 第五届也没有 我也没有去过那些 乱七八糟的地方 第六届也没有 别的有什么呢 发现这届差不多 虽然不能说圣人吧 反正也没犯过什么大错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十届是死的 圣神是活的 你没有杀过人 别人有困难 你帮助过吗 别人看不起病 你是不是伸出手 来拉他一把 不然他死了 是因为你 你看你杀过人没有 有时杀人 是用刀 是用枪 我们用嘴会杀人 本来大家认为 这个人很好 你来了 你说你们不知道他 这个人可要不得 几句话让这些人 离开了这个人 不敢跟他来往 你已经在他们心里 杀死了他 用你的嘴 你看 平常我们半高节的时候 想过这些吗 我们就按照这十条 字面的一步 从今天开始 圣神来了 他每天教我们 怎么样生活 让天主喜欢 对别人更好 这个是圣神要来的 天主在今天 赐下圣神 给我们新的法律 不再是那几句 写在纸上的 而是在心里 他不断地教导我们 怎么样 让天主喜欢 对别人更好 还是这句话 圣神来没有别的 他让我们接近天主 接近别人 圣神让我们 他会消除 我们之间的隔离 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墙 推倒 把人跟天主之间的障碍 拿走 这个是圣神 他让我们 越来越看天主 越来越走向别人 这个是圣路家描述的 第一件事 就这几句话 有风有火 叫我们想起西乃山 天主赐下法律 今天天主 给我们新的法律 是圣神 让我们按照圣神的意思 生活 第二件事 圣路家描述 今天有很多人 帕提亚人 马带人 厄兰人 居住在美索 布达米亚 犹太 帕帕多西亚 本都 亚西亚 弗里基亚 庞费利亚 埃及 等等 还有罗马来的 后面很多 各国的人 圣神来了 意思是什么 以前 约偶尔先知 有过一句话 他说 将来有一天 我要 在每个人身上 派遣我的神 圣路家记着这句话 所以今天 他不想麻烦 写出了所有来的人 最后还要等等 还有很多 这些人代表着什么 虽然他们 继续在耶路撒冷 人数有限 但是他们代表着 全人类 圣神降临在 每个人身上 为什么 天主爱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们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圣神 要降临到我们 每个人身上 他要改变我们 从各地来的人 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里几千人 虽然不是从 每个地方来的 但是 我们也代表着 全世界 今天圣神 等着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重要的是 我们要不要欢迎他 我们有没有感到 渴望他 有一些人 在走私 在睡觉 可能昨天上夜班 有一些人出去抽烟了 可能你渴望烟 比渴望圣神 劲儿还大 圣神来不来 没关系 一天没有烟抽 就受不了了 在我们身上 有好多的毛病 或者坏习惯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 包括我自己 圣宝录 后来给我们 列了一个名单 你说那是什么呀 隐乱 不洁净 放荡 没有节制 心里崇拜一些偶像 仇恨 争斗 嫉妒 纷争不睦 分党 度恨 醉酒 享乐 在我们心里有好多 自己改不掉的东西 怎么办 祈求圣神来 圣神来了以后 会帮我们改变 圣神结的果实是什么 仁爱喜乐 平安 忍耐 良善 温柔 忠信 柔和 节制 所以这是第二点 圣路家想告诉我们的是 圣神要降到每个人身上 不管你怎么样 不管你过去怎么样 你说我这样的圣神还要我吗 今天你到这来 今天你听我讲这几句话 是因为圣神爱你 他已经选中了你 他告诉你 你快准备 他要来 他迫不及待要来 每个人身上包括你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天主所爱的 不能没有你 第三件事 圣路家 他讲 说人人都听见宗徒们说个人本乡的话 他们奇怪地说 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巴勒斯坦北方加利利亚省的人吗 怎么我们听见他们在讲我们自己的话 大家都能听懂 圣路家让我们想到巴贝尔塔的故事 天主刚创造人类不久 人们犹豫骄傲 愿意显示自己的伟大 我们造一个塔吧 让这个塔高高的以至于顶天 那叫摩天塔顶天塔 他们就开始弄砖 做灰就开始盖 越盖越高 越盖越高 哇高的受不了了 他们说还要盖 我们摸到天了 这时候圣经的作者这样说 天主看了以后 然后说让我们下去 让我们下去 天主到那个塔上还要下去 虽然那个塔很高 我们想跟天比 但是我们还差得远 天主要下来才看到我们 随后他们谁给谁讲话就讲不通了 今天我们彼此之间好多的时候不能沟通 你讲我听不懂 我讲 哎呀你讲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会吵起来了 谁也不理解谁 为什么 我们愿意显示自己 我们忘了 他跟我一样 是一个人 需要我尊重 需要我听他 我要为他服务 我们忘了这一点 彼此都听不懂话 彼此说不上话 这就叫分裂 由于骄傲 圣神来了以后 让我们相反 放下自己 多为别人着想 我们大家有着爱的语言在一起 彼此都能懂 彼此都能懂老人 老人懂孩子 孩子懂老人 即使我们讲的不同的方言 一个从南方来 一个从北方 一个从国外来 又怎么样 我们大家在一起都能懂 因为我们爱着 因为我们爱着彼此理解 这个是圣神来的效果 那么我请你们问 我个人有没有一些 我不能跟他讲话的人 我不能看他的人 我接受不了的人 在我们家里 还是在公司里面 在厂里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跟他语言不通 那好 祈求圣神来 圣神来了 他会让我们彼此和好 这是今天的读经意义 最后我用一句话 解释今天的达昌勇 上主求你虚弃 使大地昏然于心 这首圣语 是一首赞美的圣语 一共三十六节 今天选了几小节 一直赞美天主 创造了一切 天主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天主看了 认为样样都好 看 我们看别人的时候 也要用天主的目光去看 他是好的 不要 我看谁谁都不顺眼 是你的问题 你心里有问题 你可能现在有情绪 看谁都不顺眼 天主看谁都顺眼 你知道吗 看什么什么好 所以才有我们 你要是天主的话 世界末日就到了 谁也活不了 所以我们不断用天主的目光 就归于灰土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这里 天主在看着我们 在抚摸着我们 在陪伴着我们 在改变着我们 让我们祈求圣神 不断地被重新塑造 阿们